这张玄机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手人从这个手型来看 是掌面厚重饱满 是土形掌 那么手指修长 拥有水人的影子 是土水结合的手型 土人的稳重传统 做事重心与讲诚信 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无论是在职场 还是在感情当中 还是值得信赖的人 那么水人也是温柔敏感 富有艺术气息 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长色来看 还是红润通透 气血通气韵才能够通 运势相对顺畅少阻碍 我们来看手指的形态 手指我们注意到 食指特别的修长 食指长的人 跟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甚至在婚后 也会跟兄弟姊妹之间 保持密切的来往 互帮互助 甚至在婚后 会有一些姑娘家人 我们从小指的状态来看 小指还是稍短一些 这个也容易影响到 晚年的运势 跟子女缘分比较浅 同时无名指和中指之间 也有些间隙 在因缘和感情方面 有一些动荡 我们来看掌丘 我们来看掌丘 掌丘是尤其的饱满高龙 尤其是小指根部 水星丘 饱满高龙的人 沟通灵强 口才不错 能够靠口吃轻松饭 同时也说明对商业和金钱方面 嗅觉比较灵敏 食指根部是训工正才位 饱满高龙的人 正才还是不错 正才稳定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只是有一些勤线尾端入财工 容易殷勤而漏财 正才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此处也是沐星秋所在 沐星秋饱满的人 做事自信 有活力 而且事业心强 进取寻强 那么除此之外 金星秋也是格外的饱满高龙 金星秋饱满的人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的不错 那么同时 在上方的第一火星秋 虎口第一火星秋饱满的人 面对困难是迎难而上 敢于挑战困难 而且在团队当中 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加上本身脑线非常的弯长 也有谋略 是个有勇有谋之人 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这是非常不错的掌球 掌球虎口火星秋 那么月秋也不弱 月秋强的人 代表对艺术方面 是有浓厚的兴趣 想象力丰富 爱幻想 甚至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脑线弯曲 陡然下垂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那么从太阳秋的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 太阳秋饱满的人 一般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 这也符合图长人的特质 同时也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 正能量的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文路 文路来看 生命线和脑线 粘贴还是稍长的一些 脑线为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那么粘贴长 是处事偏保守谨慎 这也符合图长人的特点 人生会走得比较扎实 这个人生路会 一步一个脚印 步步为营 那么相反的 处事偏保守谨慎的话 容易在事业和职场当中 错失一些机会 这是需要多注意 有利有弊 我们来看这个 从流年看 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见一些 横纹和脑纹的干扰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流年看 基本上13到15岁左右 见一个这个脑纹 这个脑纹呢 代表这个期间 有生病住院的经历 那么成年之后呢 生命线基本上没有 这个少杂纹干扰 基本上这个体质无大 而且呢 生命力是越来越强 运势也会越来越提升 那么从这个脑线和生命线 这个即将分离之处的 横纹和导纹来看呢 这个是脱离院生家庭 独立的阶段了 这也是容易影响到 学业的一个发展 同时呢 也是出入社会的一个阶段 见导纹的话 也是容易在这个 出入社会的时候 交学费 遇见坎坷啊 会经历一些坎坷和磨难啊 这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 正常人呢 一般都有啊 从整体这个生命线前期来看呢 早年运势倒是一般啊 不过成年之后 基本上在22到25岁之后呢 生命线基本上 少了杂纹干扰 并且呢 变得异常的深刻和清晰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是人生运势慢慢的啊 这个步步高升 从这个脑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脑线呢 也是慢慢的啊 恢复活力 不过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感情线的形态来看呢 在这个前期呢 还是见一些倒纹和杂纹的干扰 包括中期呢 也见一些杂纹的干扰和倒纹的干扰 所以情路还是有一些不顺畅啊 女生呢 水人呢 也是桃花旺的体质 长色来看呢 长色红润啊 有桃花旺的体质 所以说这个 在因缘方面呢 有一些好事多么 见烂桃花干扰比较多啊 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呢 也见一些杂纹的干扰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其中脑线的这个 深浅不一啊 和这个弯曲下垂啊 也提示这点 心态有一些不太稳定啊 甚至呢 会出现犯情伤的这个情况 对心理造成一种创伤 那么这个浅淡之后呢 脑线浅淡之后呢 这个期间呢 是容易出现这个心理的创伤 之后呢 是陡然下垂啊 所以在这个心态方面呢 有一些容易受到情伤的影响 也会影响到个人的一个运势 那么从这个生命线的 这个从事业线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注意到 事业线先浅后深啊 这个事业线和三大主线 形成这种M字形的纹路 所以在事业方面 也是偏完成的一种特点 完成的一种特点 而且呢 基本上从流年看 要到30到32岁之后呢 这个事业方面才见起色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事业线尾端呢 有一些杂乱可以看得到 刚才讲到的小纸偏短了 跟子女缘分浅 容易影响晚年的运势 事业线尾端出现 断断续续杂乱的话 晚年容易出现 这个子女争产的情况 晚年呢 难想子孙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感情方面的动荡啊 也可以从这个 太阳线有一条 太阳丘上有一条 非常深刻的太阳线 并且双条加持啊 有望贵人指点迷津呢 在感情当中度过难关 那么 整体的一个手相的分析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纹路 就是这个 手指大拇指根部啊 有这种未成型的家族界直线啊 家族界直线呢 是代表呢 容易嫁贵夫啊 甚至呢 对娘家人呢 也有一定的帮助啊 那么如果说出现在男性手上 是有光宗耀祖啊 光耀门眉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纹路养一养的话 能够啊 能够这个 基本上相当于这个 拇指的凤眼纹啊 凤眼纹虽然没成型 但是有家族界直线呢 养一养的话 能够在婚姻当中啊 取得不错的一种 这个稳定的 一种美满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家族界直线呢 它是代表呢 这个对家族荣誉感比较强 而且呢 这个比较专情顾家 容易在这个婚姻当中呢 取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局啊 一个成果 这是家族界直线呢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掌丘来看呢 这个有一些手指的缝隙啊 刚才讲的小指还是见缝隙啊 所以说这个晚年呢 容易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从这方面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这是整体的一个手上的一个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